海中市的用水 去年沒有颱風 沒有冬雨 今年甚至春雨也很少來 到目前為止 海中地區每年要依賴了 19%的春雨 現在也看不到 所以我們為了要穩定海中市的用水 我們透過經濟部跟國防部 跟地方政府一起來努力 區域的調度 浮流水的開發 淨水場周邊的水源應用 海淡廠的一個作業 淨水的設備以及建築工地 這個是這次在康漢2.0裡面 非常有重要一個特色 我們透過多省水 多澡水 多吊水的方式 來因應我們面對 今年連續破壞的挑戰 由水利署海水公司跟中油公司 分別來調88口的幾 有20口就在中央公園的區位 我們對地下水的使用是非常省慎的 我們來期待說 我們度過今年這個庫漢的考驗 水利署海水公司 現在是重兵都壓在中部地區 那我們現在在中部的所有的設施 都如期在進行 而且其實有比原來的進度還要好 本來每一口一天可以抽到1000噸 現在抽出來一口井可以抽到1800噸 而且非常重要是它的水質檢測結果 水質也都非常好 水質合格 我們還是經過24小時的出水量壓力水質 都全部來做監控的設備 總量大概可以達到2萬噸以上 也就是差不多2萬戶 差不多8萬個人可以來使用 這段時間我們經濟部水利署 自來水公司 台中市政府還有民間所有的工商企業 大家一起來合作 節約用水方面也做到相當的地步 面對56年來最嚴峻的焊象 經濟部跟相關的單位 從去年7月開始 我們就抽前部署了 透過強化我們水資源的管理跟調配 加速完成了相關水資源的建設等等 都在我們這一次的浮水期裡面 也就是浮喊期間都發揮了效果 希望我們在台中地區用水 可以盡量讓我們人民的生活 可以不要受到太大的干擾 也減低了對我們台中地區產業的衝擊 我也非常期待中央地方密切的合作 能夠繼續持續下去 一起來為我們的民眾解決問題公渡難關 台中地區已經進入分區工水 這是為了要避免未來無水可用 不得已的決定造成的生活的路面 我也要請我們台中地區的市民朋友 能夠體諒 感謝市民朋友共體實踐 我們要呼籲我們所有的國人 配合政府的抗旱節水措施 一起來握食我們解決用水 只有全民一心 我們才能共同度過這一場 百年罕見的旱難關 祝此不走 尋找第一任 尋找第一任